那我们接下来还要看什么 我刚刚说要秀抠讯给你看嘛 那我给你看一下 尾创那时候大盘在跌的时候 在这里在大跌的时候 我跟大家说不要急 因为这里有一个压力参数 我们有很高的几率 因为大盘那时候已经有点 涨不太上去了 但是已经有外资的开始卖压了 那我们那时候就跟大家说 我们不用去这里 因为100块附近 最多是当冲客在那边扫 当冲客买的 如果尾盘卖不掉 它会倒出来 所以我那时候就跟大家说 它如果在尾盘之前觉得有危险 它会用倒的 很开心的是果然 打到上面这个罗盘的压力之后 我们在下面就接到了尾创 甚至更早 我们罗盘已经看出来 尾创有机会要进场 所以我们的尾创是买在多少 买在98到98.5 这个都是抠讯 同学这都是可以查的 那么尾创今天怎么样 我们尾创今天117到117.5 就是接近涨停附近 所以我今天出在盘中最高点 两天获利接近多少 你自己看一下 好不好 所以同学 这就是抠讯的 两天我们的涨幅已经接近20%了 那大家要注意 那广达一样也是 广达我们那一天 跟尾创一起接到了 广达我们接在219到222 那今天我抠讯发出去的时候 是最高259到260 那时候你去看时间点 9点26 都还可以作证 那时候260的最高价 我们一样有出道 所以同学 如果你是我的会员 你就会买在近期的相对最低点 我不是省 我从来没有会跟你说 我可以买在最低点 那卖在最高点 我觉得今天是我运气好 因为我希望它明天更高 所以我才没有全部卖掉 但是我总是要保护我的会员 对不要再赚到又没有了 因为最近的盘市很震荡 所以你看同学 尾创跟广达 我几乎是买在近期的 219到22 这是2024年 而且我是盘前就预挂好了 8点56 8点多 同学 为什么当我的会员 我都希望你们盘前预挂 因为来的很多是上班族 会计师 老师 律师 像我们这个礼拜就有 那个会计师 那还有那什么厨师 那这些人工作都很辛苦 你厨师 你叫他11 12点 还包1点半前 叫他盘中挂单 本来就稍微比较难一点 虽然说他们跟我说没关系 有时候他们有空还是会看 但我希望你看不到 因为为什么 因为这样代表你们生意很好 那回归正传就是 我至少在1点前 可以预挂的 如果我那一天感觉得到 那有时候盘中发 我是不得已的 为什么 因为今天伟创广达就是报大量 那如果报大量 以我过去做超盘人 这么久的时间 我就会觉得说 我总是要带你们出一点 所以果不其然 今天真的是 假设好 伟创真的广达 上个礼拜很多人跟我说 礼拜五 我们已经一下子赚10%11%了 我们要不要出 我跟他说 这种过全部的参数 均线纠结的第一根 你真的不要怕 因为很多人被伟创跟广达 折磨得很难过 他们一看到 好不容易大涨一根就很想出 所以我说 你看上个礼拜 散户的融资 出了6000多张 那很可惜 如果你是雷老板会员 我带你多熬一天 你不是今天又多了8% 9%吗 8% 9% 两天20% 那在1月份 你很少股票可以这么多 除非你每一档都要做 创新 创意试新这种的 一张都要两三百万的股票 我觉得一般 我们投资人 不会去做这种股票 所以好不容易找到一张几万块了 10万块20万块股票 我们要把握 好不好 所以雷老板才会跟你说 那天还跟扣讯会员说 我们要续报 千万不要轻易的出场 因为我觉得 涨停隔天很容易开高 今天拐不其然开高了 而且是全部的族群 不是只有伟创广达 今天川湖 就去年你听得到了 7、8月你听得到的那一挂 今天几乎都涨了 该涨的都涨了 接下来会不会续涨 我跟你说有机会 涨的比人家少的都有机会 像盘中就很多人来问我光宝科 我都跟他说有机会 但是如果明天广达伟创在爆大量的时候 如果他们快速回来的时候 你这些涨比人家慢的 你自己要小心一点 对因为你不是我会员 我要带出的时候我也来不及 但是我在这里一定要提醒你 因为你老板关心你们 就算你不是我会员 我会希望说 如果你是买什么光宝科 买那涨比较少的 那当今天你看到伟创跟广达 快速盘中拉回的时候 你宁愿做错小赚就好 你也不要再被套一次的好不好 你再被套一次要从去年套到现在 所以今年可能要做这些AI伺服器股 还是我等一下讲到的AI PC股 对不对 人保啊 华硕啊这些的 还有他们的供应链有的是重复的 当要在做到这些股票的时候 雷老板要带着你 可能要操作很多趟 所以今年我们比较辛苦一点 那你就是为什么你1月21号 同学听完我的课程之后 每一个人都来买日报参加会员 我们那一天几乎现场的参与率是非常高的 如果你有朋友来参加 你问他就知道了 而且大家真的是问到了 我好像课程四点多就结束了吧 大家问 所以很感谢你们 那我们那天教师也做得满满的 但我要跟你强调就是 今年的AI整个供应链 会非常的跟龙一样 非常的难做 好好把握好不好 雷老板会带着你 所以你们人家会员就赶快来加啦 如果你对今年AI PC供应链 你有兴趣的 那今年还有一个就是产业电脑的工业电脑嘛 那这一档你看我们从去年的12月做到今年 也不错啊 也几乎赚了快20%啊 那这个20%就是涨幅 波段涨幅又20% 你看这个卖出成本 买进成本啊 这个因为前面少一个括号 我callshin的时候 因为我都会跟大家说 我这个callshin发出去是卖出还是买进 那我今天安晴这一笔 就是要做一个卖出的动作 所以呢 我成本在107到108 我10120至122的时候 我卖出一半 对啊为什么 因为当初是跌停进去接安晴的 有在追我的会员都知道 我是那时候接105到109 所以我成本 我就牺牲一点 我成本算107到108 好那我们安晴为什么 我今天啊 决定带大家出一些 那很简单嘛 就是因为前高附近 虽然说罗盘指标还不错 但是我们先出一半 避免最近资金全部被AI吸走 那后续怎么样 你有一半已经涨幅已经十几%了 快20%了 你剩下的一半你怎么样都轻松啊 就算它跌回原点 我相信你也不会赔了 所以我们做股票就是要这样子轻松 好不好 所以今天安晴我们也进得很漂亮 那时候是跌停进去接 盘中跌停进去接 这样子12345678 8个交易日之后 涨幅有接近20% 从105涨到了120几 所以我们今天有没有出道 同学我们今天是有出道的 所以我的预挂单 你看刚刚这个安晴 我这个预挂单 一样8.39就出去了 你看之前的买进 所以你不要跟我说你买不到好不好 8.34 8.31 8.39 有成交的才会秀出来啊 对不对 不然我 可是你当我会员 我每天都会提醒你这一笔单 要不要续报哦 这只是因为今天版面的关系 所以很多会员会说 老板你怎么那个扣讯没有改 我先解释一下 那有时候真的是自没打好 打到昨日连续昨日 那我要跟你说 有时候早上我要赶着几十封扣讯要出去 如果我觉得这档股票没有什么问题的 基本上很多老师他几乎就不发了 但是雷老板之前就很关心大家 所以我就会说续报为辞 从今天起 雷老板的扣讯会更简洁 就是该买的时候就买 该卖的时候就卖 就是盘中只有价位 让你看完扣讯 你马上就可以去执行动作 快狠准 我最喜欢讲的字 简单粗暴 有时候我这里会放简单粗暴 就是这样子而已 所以大家要了解好不好 所以安琪你接下来看 以前我都会跟你讲一些基本面 但是我觉得早上大家很急 8点半到9点05分前 大部分都挂单都挂到9点10分 我们赶快把单子挂完 所以也不用看太多了 你当我的会员你就是相信雷老板 雷老板跟你说价位在哪里 你就在哪里好不好 我一个头令你就一个动作章就好了 简单明了 简单明了 简单粗暴 快乐愉快 所以安琪我们今天也很开心 波段涨幅有20%左右 所以伟创广达 明天都还要继续操练 所以还没完 这些手上都还有部位 这才是精彩的地方 所以明天直播如果做得还不错 我明天再来分享给大家听 好不好 感谢观看